我的人间烟火倾倒深处,啥也不顾 在《我的人间烟火》剧中 杨阳面对王楚然的霸气表白 非常感动,她紧紧抱着王楚然,甜蜜亲吻,万乎所以 丝毫没有顾忌到旁边提着甜甜圈和口红的杨超越 这让杨超越很是无奈,忍不住凑上来刷存在感 却被杨阳嫌弃的一把推开 杨超越站在杨阳,王楚然旁边 亲眼目睹,两人亲密又吻 她呼闪着大眼睛,表情灵动,漂亮的脸颊飞红 肢体语言特别丰富 长发飘逸,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 看到这温馨浪漫,而又特别搞笑的一幕 有网友直呼,杨超越妹妹是在演我吗? 像极了我在看杨阳,王楚然吻戏 杨超越妹妹在现场看杨阳,王楚然吻戏 四十五处,相当于我也在现场啦 我的人间烟火持续热光 收视创新高,卫视视战略排第一 人气不断飙升,热意不断 话题讨论量也是非常热烈 看得出来杨阳,王楚然,王燕琳赢麻辣 魏大勋,张冰冰,杨超越也赢麻辣 果然是精彩不断,孟燕琳请叶子吃饭 恰在此时,许庆给孟燕琳发信息 许庆让孟燕琳来医院取药 然后拿几副文英和孟华紧吃 孟燕琳顾不上吃饭,转身就走 这让叶子很失落 许庆上班遇到同事问她怎么不开车啦 许庆避而不谈,毕竟没有勇气抛下孟家的光环吧 在医院能有的待遇都是因为孟家的背景 孟燕琳知道许庆最近坐地铁上班 心疼许庆要走这么远的路才能到地铁站 但许庆一点也不觉得苦,已经在学习骑自行车 孟燕琳希望许庆能够告诉自己她的困难 看着许庆奔跑回医院的身影,孟燕琳心里很有出动 孟燕琳叫许庆是孟轻了哀 孟燕琳特意送药回家时 傅文英正在插花 孟燕琳试图说服傅文英 她说许庆现在已经是个大人 可以独立,应该让她选择她想要过的生活 孟燕琳的话惹怒傅文英 她觉得孟燕琳说的是许庆,其实是自己 傅文英不顾许庆的意愿 特意找了个门当户对的董家人来接自己和许庆 没想到的是正好遇上宋燕和笛秒 笛秒自打知道宋燕和许庆在一起 就一直称呼许庆为嫂子 前来接人的董家小伙子听到这句嫂子 不由问了一下,傅文英赶紧解释 她说是家里不同意 让他们分了 没想到许庆这回直接当着大家的面 宣誓主权,表达她对宋燕的爱 这让傅文英下不来台 记得面色发青,坐上车后扬长而去 宋燕和许庆已经一周没见 得知许庆回家,以为这周见不上 没想着在这里遇上 不由高兴极了,再想想许庆刚才的告白 宋燕紧紧抱着许庆,感动得不得了 宋燕紧紧抱着许庆,甜蜜亲吻 丝毫没有估计到旁边提着甜甜圈和口红的迪苗 这让迪苗很是无奈 忍不住凑上来刷存在感 却被宋燕嫌弃的一把推开 没想到我的人间烟火还有这种桥段 上星反复刷了好几次 发现仰超越演技有很大提升